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播》 我是Jennifer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当地时间周一傍晚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了会面 历经三小时落幕 之后拜登召开新闻会 谈了他和习近平讨论的四大议题 白宫会后表示 两人就其各自优先事项和意图坦率交流 拜登表示 美国会持续和中国强力竞争 但竞争不因升级为冲突 并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反对中方对台湾的胁迫作为 拜登在新闻会上说 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开放和诚实的会谈 他重申美中两国将激烈竞争 但美国并不寻求冲突 以下是拜登新闻会聚焦的四大议题 也是给中共划出的红线 分别涉及两国的竞争 台湾、朝鲜核武 以及俄罗斯使用核武的问题 第一 相互了解对方的意图和优先事项 拜登说 他计划负责任的管理 与中共及其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竞争关系 我们就我们的意图和优先事项进行了开放和坦诚的对话 很清楚 他很清楚 我也很清楚 我们将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促进普世人权 并支持国际秩序 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步调一致合作 拜登告诉记者 他继续说 我们将进行激烈的竞争 但我不是在寻找冲突 我将负责任的管理与他的竞争 第二 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攻台迫在眉睫 拜登总统说 在与习近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后 他没有看出中方有任何即将入侵台湾的企图 拜登说 相信美中之间不会有新冷战 拜登说 在他们的会谈中 他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但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美国希望看到问题和平解决 我相信他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拜登说 拜登在谈到有关台湾的任何潜在冲突时说 我明确表示 我们希望看到两岸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所以永远不必走到那一步 第三 拜登不确定北京对朝鲜有多大影响 拜登说 他不确定中共是否有能力影响朝鲜在核试验或导弹试验方面的决策 但他说 他相信习近平不希望平壤进一步采取升级行动 并强调朝鲜的进一步挑衅 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什么 拜登的意思是 若朝鲜升级局势 美军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我向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 我认为他们有义务试图向朝鲜表明 朝鲜不应该进行远程核试验 我也明确表示 如果朝鲜这样做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 采取更多的防御性行动 但防御性行动不会直接针对中国 拜登说 不过拜登表示 很难确定中共是否有能力 说服金正恩放弃其实验 第四 关于俄罗斯使用核武器问题 拜登说 美中应该能够在我们可能的地方合作 以解决全球挑战 他还说 他和习近平还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 他再次强调了美中对反对核战争的承诺 根据白宫发布的拜协会声明 拜登和习近平在会上 针对温乌战重生了他们的共识 集合战争永远不应该打 也永远不可能赢 并强调他们反对在乌克兰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拜登还说 美国是全球最有条件 应对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国家 他和习近平同意 他们的内阁成员将会面 讨论今天讨论的许多问题 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中国 作为对拜协会的跟进 而白宫发布的新闻说明 共有武断也更全面 除前面的四大议题外 白宫还说 拜登强调美中因共同应对跨国挑战 例如气候变迁 全球经济稳定 公卫与国际洋事安全 因为这是国际社会所共同期望 两位领导人同意 让重要资深官员 能在上述领域和其他议题 维持沟通并深化建设性作为 白宫表示拜登美举多向北京令人关切的作为 包括针对新疆 西藏 香港 以及在更多处针对人权的作为 万维时评人士巴山子指出 美中两国元首见面 能对目前的紧张的美中关系起一个缓冲作用 防止因军事误判而擦枪走火 但两国激烈的矛盾太多 互相之间的意识形态也非常对立 而且新进制定的各自国家战略都是以对方为最大敌人的 因此期望双方关系向友好方面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美中两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能够保持一个冷和平就非常不错了 巴山子表示 目前美中能否尽快恢复军事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中共总理李克强面临退休 在各种场合也尽可能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11月14日星期一表示 李克强星期天在东盟峰会上强调 进行核威胁是不负责任的 暗示北京对其战略伙伴俄罗斯的核言论感到不自在 但新华社却没有报这句话 李克强参加了星期天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 路透社报道 这位要求不具名的美国高官周一在拜登与习近平峰会前对媒体吹风说 李克强在东盟峰会上相当广泛地谈到了中国对乌克兰的政策 明确强调了主权和威胁的不负责任 以及确保核武器不会以某些人建议的方式使用的必要性 自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西方国家就指责俄罗斯多次就使用核武器发表不负责任的声明 而俄罗斯却反过来指责西方的核言论 这名美国高官说 不可否认 北京对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方面的罗莽言论和活动感到有些不安 尽管北京与莫斯科有正式的伙伴关系 这名官员还说 我认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中共可能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感到惊讶 甚至有点尴尬 不过 中共党媒新华社公布的李克强在东亚峰会上的演讲稿中 没有提及这位美国官员所说的内容 此前习近平11月4日会晤了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据新华社报道 两国领导人同意 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倡导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 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 有分析是 李克强关于核武的讲话显然是和习近平一致的 但是这次新华社不报 表明习近平并不愿意其他力量介入对俄罗斯的外交关系 也反映了习近平在反对核武使用上的立场 并不明确和坚定 2022年11月13日星期天 在举行的一场国际体育赛事中 主办方在开赛前举行的升级合奏国歌仪式上 为参赛的香港队播出了一首三年前 在香港大街上流行的反政府歌曲 而不是通常会播出的中共国歌 引发中共香港政府的强烈不满 主办方说 一名低级别的工作人员在播放国歌时犯了错 并为此致歉 星期天 亚洲七人篮球系列赛在韩国的人川市举行 由韩国队迎战香港队 在开赛前升香港旗之时 现场响起了2019年港人反政府抗争运动的进行曲 《愿荣光归香港》 香港队的队员们听到这首著名的歌曲时不知所措 《愿荣光归香港》曾经家喻户晓 并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被当年的示威者视为香港的宋歌 甚至所谓香港的国歌 但也因此被当局视为颠覆国家政权 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歌曲 香港当局对这首歌曲如此敏感 当一名男子今年9月在英女王逝世后 在英国驻港领事馆外用口琴吹奏这首曲时 警方以涉嫌颠覆活动为由将她逮捕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天深夜发表声明 对亚洲七人篮球系列赛播放香港竞歌 表示强力不满和抗议 不过许多网民对这场国际赛事播出 《愿荣光归香港》表示惊喜和感激 在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登出的一段相关视频之下 绝大多数留言显示 人们没有忘记三年前发生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 并对未来香港恢复自由、民主和荣光表达愿望 一位网友说 在国际赛听到荣光归香港好感动 香港人加油 另一条用中文简体字写出的评论说 香港人加油 内地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你们的 澳大利亚是中共南下扩张的目标 因为揭露武汉新冠病原以及与美英两国建立军事同盟 川尼斯说 我是带着善意来对待会谈的 没有任何新决条件 我们期待明天与习近平主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澳大利亚总理和中共领导人 于2019年在日本举行的G20峰会期间曾进行了矜短交流 但五年来没有进行正式会谈 报道指 在经历因北京在太平洋的扩张野心 和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被逮捕所引发的长期冷淡后 中澳在今年6月恢复了不长级关系 万维时评人士高禄认为 澳大利亚未来和中共关系的恢复主要仍是经济层面的 其他的政治军事互信因缺少基本的基础 目前还看不到有恢复的可能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